我听到了显灵的回响 啊 是你吗 你猜猜 旗下觉醒的回响会是几个字 是我 旗下 原来 真的存在 我看到 生生不息的激动 开玩笑的吧 这 怎么可能 大家好呀 我是猪猪 时日中年的第十一集终于来了 这个系列真的好久没更新了 然而如大家所见 的确是整个大火 就是为了还原下心中的那个名场面 我也一直有强调 我做这个系列纯粹出于兴趣 而且注重团圆名场面 而非追上剧情 所以一直都是随缘更新 建议大家看完原作 回我这儿回味一下名场面即可 好了 我们开始正片 刚回到据点 老吕就说云瑶出事了 据他所说 他今天和云瑶外出 路过一处人兔的游戏场地时 发现了被毒死的人兔 接着复活了 而且游戏规则还没变 这让云瑶对天党口 毒死生虚的计划 产生了动摇 执意要去参加游戏 他慌慌张张道 可是据我观察 那个游戏根本没有生路啊 这个人兔游戏 简单的说就是一人 被关在锯了鱼缸中 不在注水 另一个人被手套靠了在墙边 手里只有个木棍 钥匙在这鱼缸中 正确解法是见死不救 等到鱼缸水进满 就会自动打开 两边都能顺利逃脱 可这回的人兔 打开钥匙的手铐 根本不存在 老吕都可极酷了 云瑶的运气真的很好 丢了好几次木棍击打鱼缸 每次都能弹回他手里 他就这么击碎的玻璃 可我能逃出来 他不能啊 你越听越见就诡异 那个生肖 就这么让你走了嘛 老吕点头 是啊 那个生肖 是我逃出来了 可以走了 可云瑶那个丫头咋办呀 初天就拜拜接盲 你先回去 剩下的事交给我就行 老吕虽然疑惑 但还是听从了吩咐 他走后 初天就叹口戏 昨天早上 你最有带回来的人兔面具 被收走了 你皱起眉头 许流年 你真的不适合他手里 该说的一句不说 不该说的 你满嘴都是 云瑶执意要去人兔游戏里 一旦究竟 是因为他进行了 天堂口虚假的意志 先要堵死所有生肖 可如今生肖在他面前复活 如果不搞清楚这个问题 他的信念就会彻底崩塌 想到这儿 转身就出去 初天就联盟问道 你要去哪 我去 九人 没必要 那个人兔 是我们内部人员冒充的 八成是有谁 对云瑶不满才出此下策 这种私人员 你要怎么解决呢 你脚步一顿 回头上轮到 许六年 你们不想要云瑶 我要 就算人命是棋子 这本棋 你也不能乱下 说完推开门走了出去 直到初天秋 站在原地 已经是暗淡 说我不适合做首领 可这些命令 明明是初天秋安排的 一个念头 在许六年心中 不得盘旋 初天秋 是不是错了 这样不过队友的死活 大家 真的能够逃出去吗 另一边 你带着老吕 赵医生张山出门 来到人兔的游戏场地 此时房间中 云瑶被靠在铁柱上 动弹不得 破碎的一缸 正在将外溢水 积水很快摸过他的脖子 用不了多久 就会溺水而亡 见到你们四人 他一愣 你只问道 云瑶呢 人兔很想撞到充愣 你却介绍他的真面目 队伍里的优势骁软 是你吧 是你 戴上了原本 被毒死人兔的面具 成为了新的人兔 他分空摇头 不 我不是 好 那人兔 我们要认输 人就去输了 也就是损失几个道吧 我现在给你 他却狠狠一笑 我不接受认输 你想办法救他吧 像你这么聪明的人 一定有办法吧 众人都有些为难 可你却沉出带凶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要是不在屋里 而是在屋外对吧 屋 屋外的哪里 很简单 这附近有一个枯萎的怪物丛 就在那 人兔中的解苗 最终被逗笑了 我的肚子笑得千万后合 嘎嘎嘎嘎嘎 旗下丑陋啊 你心事淡淡说出一个 错误答案的样子 真丑陋啊 哦 什么丑陋 呵呵 什么钥匙在屋外 是不是管不通 真是笑死人了 旗下 你有今天 钥匙早就被我败断丢了 你们就等着看云药死吧 听到这话 众人纷纷面入绝望 你却随着上扬 果然下一秒 一道声音从天而降 是竹雀 萧燃 你反归了 你设计的游戏 没有破解之法 我本以为 勿扫到一个不错的兔子 可你怎么能不给 参与者留活路呢 如果游戏是 必死的消息传开了 还有谁会参与游戏 生肖们的名誉怎么办 萧燃还想挣来求饶 做中却手一回 她眼神黯淡下去 永远的失去了自我意识 这里萧燃跳翻的剧情 有点突兀 我给大家审个流吧 其实萧燃来之前 是个罪人 干过很多龌龊事情 年轻时是个小太妹 做了各种交际花 成年后 被关系塞进幼儿园 各种虐待小朋友 甚至还拐卖小朋友 可以说是个人间之蟹 陷害孕药 也是因为嫉妒 为了避免给大家拉血压 我就不敞开说了 张山等人 赶紧冲进去救人 朱雀这时才注意到你 面对嘲讽 我才发现 这不是骑下吗 你呵呵一笑 我也才发现 这不是朱雀吗 骑下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我想在哪里 就在哪里 朱雀表现得意 太可悲了呀 骑下 你根本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身为一个不能回想的凡人 太可悲了呀 你还想套话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回想 你在硬撑什么啊 骑下 准备用这副 不开一几的身体 去见天龙吗 你有几条命 和他赌呢 那依你说 我该怎么去见天龙 他择了这地上的人头面具 戴上他呀 一步步积累人命 从而强化自己的身体 这样你才能得上巅峰啊 骑下 你愤怒到 你再耍我嘛 我若戴上了手脚面具 最终下场 也只是天龙的一条狗 他听我大笑 骑下 真不愧是你啊 明明已经成了这般模样 却还在装 我可是朱雀啊 你的骗术 能骗过我吗 你就是没 还想问什么 朱雀却飞了起来 骑下 你就在这里腐烂吧 就是所有人都出去了 你也只能在这里腐烂 因为你是骑下 所以你只能死在这里 朱雀 我到底得罪了谁 话落 他的身影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句话 得罪了天龙 还不够吗 朱雀离开后 你们开门就叫云瑶 他得知人头是假扮的 松了口气 嘟嘴道 初天秋呢 他那个心急男 怎么不来救我 老吕骂骂咧咧 别提了 那个处小子跟我说什么 一定会尽力 结果来都不来 这他啥人啊 我还以为我就够自私了 你打乱道 老吕不要 挑不离剑 初天秋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张山赶笑一声 云瑶你别多想 初天秋作为咱们的领路人 肯定是不能惊路面的 云瑶就摇摇头 张山 我怀疑现在的初天秋 是别人冒充的 众人听到 结实一愣 冒充是什么意思 初天秋是假的 云瑶继续道 张山 你为什么加入天堂口 他死死了会儿 因为初天秋知道一些 只有我才知道的秘密 所以我相信他认识 曾经的我 云瑶听后表情暗淡 这说明冒牌初天秋 极有可能认识 原本的初天秋 在他地域中 只有一个人 可以做到这点 可这是为什么呢 看向你 旗下 你早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 我还没说是什么事情 你就是不知道嘛 你面不改色 我没说 但我能猜到 所以我不知道 你要哼了一声 你个骗子 你们这些人真可怕 事情都已经荒谬到这种地步 虽然跟没事人一样 你也就笑了 荒谬 云瑶 你说这天空 这楼房 这些居民荒不荒谬 被这里困住的人 还能正常吗 云瑶沉默许久 叹了口气 旗下 你有把握逃出去吗 我没有逃出去的把握 只有逃出去的决心 你的方式是什么 一道 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发现 只有收集3600个道 才是真理 等你们五人回来天堂口时 初天就要打招呼 回来了 众人的神情不自然 就找借口要回去休息 唯独你留了下来 初天就紧张到 旗下 发生什么了 你送送肩 你对云瑶 见死不救 他们都知道了 他周梅 对他见死不救 这件事 只有你和我知道 你点点头 是啊 我告诉他了 你也没让我保密 是 什么 旗下 你究竟什么目的 你淡定道 我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想让他们 反你 初天就慌了 你 你为什么让他们反我 为什么这么做呢 你淡定道 我就是想看看 你的能耐 可你 不是和楚天秋合作了吗 你们就是这样合作的 喜流年 和我合作的人 是楚天秋 可你是你 我们是三个独立的人 他紧张到 可你如果真让他们烦了我 天堂口 岂不是会受到重创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不不不 徐流年 你听我说 你 我 楚天秋 是三个独立的人 我可以和楚天秋合作 自然也可以跟徐流年合作 他彻底愣住 牛尾微笑 徐流年 你不觉得很冤枉吗 楚天秋在幕后 而你在台前 无论你做了什么事 他永远都是 受益者 天堂口的人要怨恨 也只会怨恨你 激烈的人要杀 也只会杀你 最后 他不一定会成功 但你一定会牺牲 喜流年听后 面对悠悠表性 居宣说 那些害死队友的选择 分明是楚天秋的主意 可大家都在骂你 现在你 才是天堂口的领入人 你希望对我去死吗 喜流年 他记得 旗下 你是一个 很难让人相信的人 我怎样 才能跟你合作呢 你笑笑 你和我的目的是一致的 我的目的是激盗 所以不希望 失去队友 活下来的回想者越多 对我来说 也就越有利 喜流年还要说什么 你却转过身 临走前 抛弃话道 喜流年 如果你能平息 我给你知道的困难 我会高看你一眼 并和你合作逃出这里 就算人民是棋子 这盘棋 你不能乱下 你 这盘棋 只能由我棋下来下 当晚 众人都睡下之际 就突然想起一阵中声 外面有人大喊 急躁的人打过来了 全被战 你站在窗口 往外一看 校门口 来了二十几个黑衣人 举着火把 一个天堂火车员 刚想逃跑 就被几个木头 管车身体 乔家静看下窗外 我丢 骗人仔 这到底什么情况 不知道 你和乔家静 带着受伤的李湘林 躲在一间教堂内 很快听到了 韩一墨 发出的惨叫声 此时林晴 正韩一墨组织队 他俩躲在一个掩体后 林晴跟着探头 看看是谁 结果一个小石头 就丢了过来 忘了是爆炸 震的二人 东倒西歪 还有莫震惊 这怎么会这样 林晴捡起 还有余温的小石头 这个回响 高声道 请问 是猫吗 远处众人果然停止进攻 领头的男人 宋七告黑一声 是谁 报个名号 几道万岁 我是几发 几道者林奇 宋七一抱拳 对不住 刚才得罪了 我是猫的宋七 以前见过一面 幸会 宋七道 我们今晚的任务是 血洗天囊口 你对我有恩 为了不违反规定 给你三十秒逃跑时间 三十秒后 仪式同仁 林晴皱眉 对方给了多少 我愿意加价 林晴 这次价码太高 整个中原之地 只有他出得起 宋七摇头 还剩二十五秒 这里有个关键人物 他有希望 会毁掉这个地方 至少他现在不能死 还剩五秒 宋七 我们不能失去希望 三 所以我拜托你 一 抱歉 欢迎刚刚落 一怪小石头 不如爆炸 零星的韩姆 当场死亡 另头 参叫上到了你们这边 乔家静站了出来 骗人仔 你觉得我们藏在这里 有多大的几率 能活下来呢 不足百分之一 你很清楚 急到的人 迟早会找到这个房间 他迈出一步 所以我准备 加入战场 到了天下 过头的人都死掉时 我们相反抗 也没有机会了 走之前 李湘林伸手拉住 乔哥 别去 我有不祥的预感 放心 公夫妞 我有一手 而且 还有很多人等着我去保护 关门着他低声道 骗人仔 公夫妞 除非 我过来敲门 否则 你们俩谁都不能出来 知道了吗 另一边 楚天秋和云妖 正开着轿车 加速行在道路上 云妖不写 楚天秋 你在做什么 你没看到天堂口 被人攻占了吗 他推了推眼镜 我看到了 但我们解决不了 这些人的目的是 血洗天堂口 你和我留在那里 只会白白送死 云妖愣住 你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当然 今天晚上 我的目的是 希望旗下过来回想 至于许流年嘛 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他好像 想象谁证明自己 那旗下呢 这个嘛 就难以琢磨了 有没有可能 是旗下 在乌兹林合作伙伴呢 云妖反应过来了 你是说 你想了旗下 获得回想 那你的计策是 Bingo 就是血洗天堂口 今夜猫组织出动 天堂口 移民不留 你真的是疯了 楚天秋 天堂口 由于大半人 没获得回想 楚天秋表情 楚天狂 没错 血洗天堂口的计划 就是我定下的 一切都是为了让旗下 获得回想啊 我测出他回想的契机 以前我真的是 大错特错了 总因为旗下 会计的契机是悲伤 可有一种状态 他却从未有过啊 又要小心翼 是什么 楚天秋狂笑 是心安 是满足 是感到幸福啊 嘎嘎嘎嘎嘎 因为我听完后 瞪你眼睛 我明白了 所以你故意把李湘林 留在旗下身边 你再拿听他口 所有人的命赌博 楚天秋点点头 没错 李湘林的回想契机 是遭遇战活 现在条件已经达成 接下来就是 他驱车带着云瑶 来到骑士广场上 屏幕上密密码 写着各种文字 楚天秋听了一会儿 没出笑容 你看云瑶 我做到了 李湘林没有让我失望 太好了 直接屏幕上 一堂小子写着 我听到了 显灵的回想 天堂口内 乔家对白毛组织团团围住 送起不过人去上前 刚才这个话必难 虽然只现身一会儿 就接着扭到了 六个人的胳膊 更可怕的是 他并不是回想者 兄弟报个名号吧 不然接阿进 还有人在里面吗 哦 为何你们不去别处看看 如果只要进我身后这扇门 你们这群兄弟得死一半 是 我相信你能做到 那就来吧 我听到了 火万法的回想 另一边 受伤的李湘林 坐在教室内 我的手臂 七哥 你找机会跑吧 不用照顾我 你也要投 别误会 我不是为了照顾你才留下的 现在跑出去 无疑于送死 花音刚落 一楼又传来 距离爆发声 这让你不明有些担心 乔家境那边的情况 顺带想起 开着逃跑的那俩人 大概率是祖天秋 也就是说 他本人策划了这场戏机 放弃了整个天堂口的队友 可他究竟想做什么呢 抬起头 去一下愣住 李湘林身后 站着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孩 面容甜美长发过肩 正对着你 微笑 你嘴上微微颤抖 安 李湘林回过头 可背后却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什么安 不得他反应 你不向前 安 你真的在这里吗 余念安开口 下 你怎么还不回家 我到家了 可是你不在那里了 李湘林只看到 你和空气对话的一幕 感觉CPU到烧了 其下 不仅对着空气说话 还对着空气笑嘛 余念安继续道 我怎么会不在家里呢 下 你说我不在家里 又应该在哪里 你是说 你在这里 所以这里就是家 是啊 下 原来我到家了 看着你逐渐失去光芒的眼神 李湘林飞起脚 将你拆翻在地 七哥 你不要再被这个地方影响了 恍惚间你回过神来 这在惊觉 余念安 怎么可能睡在这个房间中 而且 像个幽灵一样的 狠狠冲了自己一巴掌 你这感觉 自己像是要疯了 七哥 你没事吧 你问到 李湘林 你的婚姓能力是什么 他尴尬一笑 我不知道 但大家都说 我的能力没什么用 你点点头 吩咐他多好 他刚出门 浑身是姐的乔家镜冲了过来 七下 我的噢 外面太危险了 要小心啊 你摸摸抄起一把椅子 狠狠砸了过去 接着翻手掐出他的脖子 你是在找死吗 居然连调家镜都敢冒充 你把他怎么了 身下就连咳嗽几声 变成了雪榴年 你 你怎么会知道 你以为学个我丢 就能变成他了吗 调家镜 从没喊过别人的名字 更没喊过我旗下 雪榴年宁笑 被看破了 也无所谓 旗下 我终于找到 证明自己能力的办法了 是吗 你准备怎么证明 他表情癫狂 我决定在今天晚上 杀掉你 让你进入 下一个轮回 说完 偷出想到就要刺出 却被一把握住手腕 臭眉道 喂 我说够了 听不懂吗 西榴年笑道 我不想再装下去了 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习词 我只想 左自己 话落 居然将手手想到反转 对着自己的胸口 握住你的手 往前一地 他靠着鲜血 却露出诡异笑容 旗下 你觉得这招 妙不妙 他的手 伸向你裤子口袋 紧接着 就没了动静 看了失去生机的许榴年 一头雾水还没他反应 面前突然出现一道人影 他的头发很长 大胆 杀人夺道 反规 你愣 身手摸将口袋 才发现 是许榴年死前 塞到你口中的一个道 人是自杀的 倒也是他塞给我了 怎么能算我为规呢 女人愣喝一声 大胆 人死在你的身下 道存于你的口袋 反规 你还想解释 可女人完全无法沟通 只是重复着这一句话 你咬咬牙 把手臂手 想做最后一搏 女人道 无奈玄武 放下兵器 享受虐杀 你们这些砸碎 把余孽还给我 玄武才的眼睛 大胆 话落 你手指就被切断 但却没流出血 而是保持着切口 听冷笑一声 奇怪的力量太荒谬了 你们这群人 真的是神吗 大胆 又一根手指被他切断 江人疼头一不上前 女人却突然笑道 你不怕 我准备杀了你 你说我怕不怕 他听完后 反而狂喜 杀了我 你说杀了我 好 太好 来杀我 快来杀我 你将匕首刺出玄武胸膛 可手感却异常不真实 竟然是刺定杀袋中一样 连宫下 依旧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玄武露出失望表情 啊 杀不死我 那我就杀死你了 话落 他受了一番 一个红彤彤的东西 吹在手上 赫然就是胃 你感觉体内一阵空洞 这是从我体内取出的 玄武很失望 刺我的胃也不行吗 那不如 试试看胆 体内又是一凉 你知道 记得胆也没了 就这样 他将你身体的计划 一定先拆一下 你一项铃站在一旁 手足无措 你也是黯淡 别折磨我了 我忍输 别啊 羞无尖叫 你不能放弃 求你 快点杀了我 我太累了 你抬起头 却忽然发现 一个白裙子的女孩 站在玄武身后 啊 他一脸担忧看着你 夏 你怎么了 看起来很累 这一次工作很辛苦吗 你笑着笑着就哭了 哽咽道 是 这一次工作 特别辛苦 我真的好累 我以为 再也见不到你了 自从进入中原之地 你就强迫自己 始终保持冷漠 像他机器一样 不断规避了所有错误 朝左右的泄露前行 可即便这样的你 此时却好多大哭 你到底在哪里 余念缓缓动压身 夏 我就在家里 我买了你最爱吃的花生 我们回家吧 嗯 你带我回家 带我走吧 先我一会看看你身后 你到底在跟谁对话 可下一秒 房间忽然拒练 震震起来 李湘灵也察觉了不对劲 还不等二人反应过来 一人中生炸了你开来 向彻不消 所有人都被震得动脑膝歪 李湘灵跑到你身边 查个情况 却发现你早已经停止了呼吸 另一边 楚天秋和云妖站在屏幕前 她忽然开口 云妖 我们打个赌吧 你要赌旗下会不会回响 楚天秋妖要投 不 我要和你赌旗下的回响 有几个字 我赌三个字 她绝对是中烟之地的人中龙凤 我的推断不会有错 花音刚落 整个剧中都开始晃动起来 她脸上露出笑意 可下一秒笑容就僵住了 剧中的移动幅度太过寒人 连忙拉着云妖 跑到车后躲起来 捂住耳朵 碰 一面正颤 楼膊的玻璃都被炸碎 过了老半天再停下 楚天秋要看下屏幕 灭入天空表情 云妖 我一定是疯了吧 为什么 屏幕上会写这一句话 幸亏我把你带来了 你快说说 你看到的是什么呀 云妖同样咽下口水 只感觉自己快疯了 一样巨大蚊子出现在屏幕中央 赫然写着 开玩笑的吧 这 怎么可能 迷迷糊糊中 你感觉自己做了个梦 梦到 在一条长长走廊里走着 两次房门打开 生肖们纷纷走出来 懵懵目送你 脚步没停 就这样一直向前走去 醒醒 客人 醒醒哎 张开眼 又是熟悉的出租车 没错 你又回到了 现实界发生地震的那天 手机铃声响起 云妖的声音传来 夏 你到了吗 我 我到了 云妖笑道 你怎么了 你到济南了吗 通控正产身体也在发抖 连忙将电话递给四家大叔 师傅 和他说话 小伙子 行行行 我就帮你这个忙 你好师傅 你们到济南了吗 哦 快到了呀 再有十分钟就下高速了 你能震惊 云妖不是幻觉 其他人也能跟他对话 接受通话后 你看口道 师傅 返程吧 小伙子 不去济南了 不去了 我一直都错了 本来就不该去 这回车开得很顺利 没有遇到鬼的裂缝 直接就回到了岩江 上楼 他说钥匙 颤唯唯准备打开房门 可就在这时 房门自己打开了 云妖安手里拿了一个平底锅 小心一探成脑袋 谁 谁啊 你慢点震惊 他见到你 先生愣了一下 平底锅吹吓 吓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有小偷呢 你不是在济南吗 再也更入不住泪水 冲上去拥抱住了云妖安 他的声音 他的笑颜 他头发的味道 和他身上的温度 一切都是真的 安 能见到你 真好 少女轻浮脑袋 怎么了 夏 这几天很辛苦吗 你刚刚点头 去联盟摇头 是 不 能见到你 这次下地狱都不辛苦 快让房门 将你扶到厕方房坐下 安 我做了一个很可怕 很可怕的噩梦 是什么噩梦 梦的幽默鬼怪了 还是 变态商量饭 你要头 那些对我来说 都不是噩梦 我梦到 把你弄丢了 云妖安不知一笑 把我弄丢了 那你怎么不去找我 你无路恶头 我找了 我找不到你 我同生无间地狱 经历无数惨剧 可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你 他天天将你抱住 好了好了 你不要瞎想了 我一直都在这里啊 哪里都没去 接下来就是小心理之一的 温馨日常 云妖安给你上台做饭 你顺步不离地陪着他 期间少不了各种亲密互动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云妖安 他在沙发上睡着 看着他 熟睡的面旁 你露出安心笑容 在他身边躺下休息 很快又做梦 梦到了那条走廊 两次走出无数生肖 他们看着你 眼神没有恭敬 也没有轻蔑 反而都有话想说 接着此时 一个轻松声音 忽然在耳边响起 咚咚咚 一睁开眼 发现黑眼中 云妖安面无表情盯着你 你愣 安 怎么了 他没有回答 只是面无表情的开口 你心中一紧 用你们两人 才能知道的暗号 试探到门外是谁 云妖安 眼角留下一滴眼泪 花高面泡后坠落 下 门外 不是我 一阵阵阵辐射的气息 在房间内满延 让你倍感不珍视 中烟之地的气息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时间又过去一个小时 云妖安坐了起来 睁着眼睛看向你 你声音颤抖 门外是谁 云妖安顿了顿 低声道 门外 不是我 花音落下 他流出眼泪 而你的情绪在此刻 也彻底崩溃 原来是这样嘛 他很痛苦 但他无法抵抗 他知道 说出动动动的人 不是云妖安 他也知道 自己不是自己 云妖安不应该存在 可他却躺在这里 他为什么会躺在这里 是什么原因 让他出现了 我就回想 到底是什么 你学起身体 静招的头发 眼睛这个云妖安 不是真正的云妖安 而是根据你的记忆 创造出来的 那么真正的云妖安 又在哪里呢 他到底存不存在 又是哪来的 目光忽然坚定下来 等到第二天 你和云妖安一整天 都待在家中 要确保自己死在地震中 重新回到中央之地 等到熟悉的地震来临 整栋楼摇晃起来 一脸欠也安 对不起 他摇头 没事 瞎 只要你在我身边 无间地狱 我也愿意去 不 我不会让你留在无间地狱的 我让你留在我的身边 天花半朵来裂开 一个大石头砸下 你下意识让云妖安 活在怀中 一眼前再次一黑 再醒来时 依旧是熟悉的场景 阳村 起动 好了 时日中年第一季的故事 到这儿 就正式结束了 之前我也说过 只做到第二个轮回结束 而且这个系列 也的确挺花心意思 每期基本都是 十几甚至二十几分钟 远远超过 我普通视频的长度 完结萨花 对后续还感兴趣的 可以在番茄小说手机端 搜索圆桌之斗游戏就行 目前进度 对应圆作第224章 从这接着看 就能无缝衔接了 那么我说周周 我们下个系列再见 拜拜